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小的工作室看不见里头全场象征历史的招牌 走上这场灯光社的工作台放满了又黑花亮的客制工具 以及过在墙上一块又一块的手工客制模型 这就是博翔号 也比客制 您博赞 最欢迎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计程车行很多 政府那时候有规定门店要喷制 喷车号 大家急着都要喷了 所以那时候生意就 现在就没有了 现在都用贴的 半贴修也不必要做那么多 自己还能动就再稍微做一下 身体才不会老化 今天一早 林师傅就接到了订单 虽然白发苍苍的他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 但还是戴着厚重的眼镜 没有精湛的技巧 细心得刻出每一个字 现在就是要做货柜中心 要抬直的上下 要喷灭火气的 现在要先抬铁皮 然后画格子 距离把它画出来 然后再把它刺抬上去 要先从字的四边的有力的地方先打出来 如果字大的就没有关系 字小那就比较细心 以前在学做这个时候 字都要自己写 写麻痹字 写不好看 现在有电脑 有软体 比较方便 恰恰打打 看似不难 但笔画的每一个转弯 直线 都可能影响一个字的平衡与美观 因此 李克也不能恍神 林佛站以不扬的观点来看待传统记忆 他存在一个年代的风华 也演绎了心衰 政府推动社区长照 桃园新生一专协助办理桃园市巷弄长照站 师生用专业为长辈开办课程 提供健康美味的晚餐 桃园市巷弄长照站启动 当时我们社区有汉学校隔壁邻居 他就请我们过来 看看我们体验 老人以后的生活 陈丰文主任表示 本着服务社区长辈的理念 以桃园市政府社会局及卫生局合作办理 桃园市巷弄长道站活动 自6月4日至12月14日 每周一到周五 15点到17点都有一个班次的活动 17点到18点为长辈用餐时间 而且所有的菜色都是由新生医砖营养师为长辈精心设计 提供一些健康的课程 让他们来动动手 动动脑 动动身体 这样他就可以延缓他的失能 然后能够促进他的健康 然后同时让我们同学也有机会 来服务我们邻居的社区的这些长辈们 让同学也有一个服务的机会 可以回馈我们的社会 非常欢迎龙潭区居民 把握机会报名参加这次活动